哈喽各位同学喜欢吃水果吗 吃水果可以让你果然水当当哟 在台湾吃水果是最幸福的事情了 哇香瓜的季节来了 状元香瓜是黄肉的 还有这个绿肉的哈密瓜 还有密室圈 哇香瓜上市咯 我们现在就来选香瓜吃咯 这个哈密瓜 钓瓜已经钓起来种了 上市了 这个凤梨一仅9块钱 这个其实应该拿来做酵素 因为现在的凤梨 这样子要开起来都很不划算 如果做凤梨小株就好 哇现在的哈密瓜 这个是羊香瓜 羊香瓜是这样子的 好保险啊 人家知道 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午安 权仁老师又要来开国了 今天我们要吃的是什么呢 江江就是这个哈密瓜 哇春天一到我们就要变成什么 吃瓜一族 真的要毛起来吃瓜 哇好多瓜都好甜蜜哦 特别是香瓜啦 或者是羊香瓜 有白的有黄的 然后还有这个皮跟人家都不一样的 哇塞 他这个我跟你们说 我小时候认识到哈密瓜的时候 我对他真的只有敬佩 两个字可以形容 因为我觉得哈密瓜的外皮 根本就像什么你知道吗 根本就像是一幅画 好像森林里面秋天的森林 然后这里上去有一个枝盖 然后旁边又生出许多许多的这一些枝条来 我觉得好像是秋冬的那种季节 然后的森林里面的造型 不然的话他也很像编织物对不对 你看是不是像编织物 我小时候就觉得 哇怎么会有一颗这么美的 就是他的外皮跟别人都不一样 我们知道西瓜 他也有这种线条 但是他是在里面 可是哈密瓜他是立体起来的 所以呢 其实你可以做一个有趣的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拿一张纸 然后拿着铅笔给他这样子 就是可以烙印 可以拓印他的这个纹路下来耶 好好美哦 真的是非常特殊的一种水果 在瓜类来说 他真的非常的特殊 现在我们就要来开锅了 我们打算来横切 因为我只是切 他那个地头真的太硬了 所以我们来横切的方式把它切开 哇哦 哇啊 哇哦 好美哦 橘色的 没到爆 超美的橘色 那个陶贝有跟我讲 他说里面是红肉 但是其实他们的红肉意思就是橘色的 然后那个老板我有问他说 这个哈密瓜怎么挑 那个熟的时间 他说按屁股 按屁股就可以知道说 他现在熟的情况怎么样 大概还有多久的时间就可以来开锅 所以呢 哇 这颗其实是老板帮我挑的 我跟他说三天后吃 他就挑了这一颗 好漂亮哦 天哪 我现在有一种觉得肯定会非常非常好吃 哇 我们今天好幸福哦 吃到这么这么美的哈密瓜等一下 其实他开的时候 那个香气就上来甜 就是带着甜的一种香气 就已经扑鼻而来了 哇 好期待 好 我们现在来做什么 就是要把籽挑掉 一如我们一直在说的 只要是瓜类他就多籽 哇 多籽多孙多福气 瓜也好特别哦 你看他种子这么小一颗哎 然后竟然可以长出这么大一颗的瓜 真的是相当的惊人又迷人对不对 你看 这么小一颗 种子也这么小啊 里面都是果汁哎 这个如果弄掉才太可惜了 好我们先把它挖到一个马克贝里头 等一下你要怎么吃或怎么喝 都是可以的就不会浪费 因为这里是最甜的 这里面这个果汁是非常非常甜的 整颗瓜最甜的地方就是这个 种子的房间 其实就是他的画房 也就是他的果核的地方 然后他这个组织哦 面面的这个组织都是非常非常甜的 哇这满满的都是果汁 这都可以吃 等一下你可以一面品尝 一面吃这个 他的这个种子 一面也可以 一面喝汤汁 也可以把这个种子挑出来 所以可以把它留下来 你不一定要真的把它全部兑掉 因为那其实非常非常的甜 非常非常的好吃 好所以要跟大家再次的说 如果你在这个 开果的时候要挑掉这个籽哦 千万不要把里面的这些全部都直接 就把它丢掉 你可以这么做 怎么做呢 来我们来看 就是 用马克贝把它收集起来 那等一下你就可以喝这个汤汁 然后中间这个也可以吃 那这个汤汁吃完 你可以慢慢的把籽吐掉 这个籽你当然可以留下来种哦 种出一大堆的汤汁来 OK 好 就这样子 那其实我要跟大家讲哦 这个哈密瓜哦 它真的是可以让你手拿着挖 因为什么 它的它的果肉哦 跟那个羊香瓜不一样 羊香瓜它是组织很脆 所以你必须要切 比较好吃 那这个哈密瓜 它真的是组织比较柔软 它的果肉比较绵密 比较软 所以你可以拿着汤匙挖着吃 所以你不一定真的要把它切 除非你就很多人要想说 如果是你自己跟独享 你真的是可以拿汤匙挖着吃就好了 好 就像吃葡萄柚那样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们还是把它切一切了哦 这个哈密瓜哦 它的皮是比较厚的 所以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用刨刀 像那个美容香瓜那样把它刨下来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真的是要把这个皮一片一片的把它切除下来 那也不能切太 也不能切得太那个太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真的是皮还蛮厚的 所以你必须要切得有一点点的 你看切都切到了这个 果肉的部分 对 如果你没有切的 这果肉你留太多 那个绿色的部分的话 其实也会影响口感 好 所以呢 我们就这样就把它切好了 那切了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头的部分把它切掉就好了 OK 这样我们就切好了 好 嗯 我们现在就要来开吃了 在开吃之前我想跟大家谈一谈 我的哈密瓜经验 在我的心里面呢 我觉得哈密瓜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水果 不知道为什么它的外型就给我这种印象 然后在瓜类比方说羊香瓜 或者是我们本地的香瓜 或者是这个黄色的香瓜 比较起来它价格又是比较高的 除了这个之外就是它的果肉的颜色是橘色的 都不同于其他的这些果 当然 像那个西瓜喔 它的果肉有黄色跟红色 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特别 对大家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很棒的视觉感受 就是绿色的皮里面是那么鲜红的 对比色的红色果肉 那对我来说 哈密瓜我觉得它是产量稀少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的种植不容易 然后它每一颗要成长也不容易 所以它的产量一向非常的稀少 再来就是 在我的人生经验当中 我会觉得只要是哈密瓜的产品 都会非常好吃 因为哈密瓜好吃的哈密瓜就是非常的甜 会让你就是永远记得它的味道 永远没有办法忘记 所以哈密瓜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水果 你觉得哈密瓜怎么样呢 欢迎你留言来分享 现在我们就来开吃 哇 它这个果肉 这个地方都是很绵密的 它的这个果肉就是比起其他的瓜类 它其实就是没有吃那么 不是那么硬 它的主汁是比较软绵 所以你才可以直接拿着它挖着吃 那除了这个之外就是 它的这个 颜色还有它的甜味真的是非常惊人 我觉得它的甜度应该都有到20 甚至是超过吧 所以又有水分又甜 真的就是大家是喜欢瓜的原因 我觉得瓜有它自己的优势在 我们现在就来吃咯 真的 我其实很舍不得吃 我宁愿欣赏它 哈密瓜真的是美 真的是美 颜色 外皮 还有 在我的心目中很小的时候看到它 就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水果 又贵 好我们来吃咯 这个不止20度 这个 这个跟牛奶果一样甜 这个应当有30度 32度都有 甜度32 而且 已经嘴巴里头 那果汁马上就爆开了 满满的都是果汁 啊 幸福的味道 在台湾吃水果是最幸福的事情了